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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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黄金虾仁豆腐煲 我这里虾仁200克 豆腐我用400克 用一点薑 我用这个是暖豆腐 豆腐切小丁 小丁 这个豆腐出水1分钟 放一点盐 我这个是自制的咸蛋 我这个是鸡蛋 它的网比较小 我用3个 如果用鸭蛋的 可以用2个都可以 虽然这个是鸡蛋 但是它的网比较好 我把鸡蛋留下 这个咸蛋我已经煮熟了 这个虾解冻 可以在流动的水下 沖一会儿 它的冰很快会溶出 这个虾洗净后吸干水 放入鸡蛋 放入少许盐 不用太多 一会儿会调味 少许就够了 少许胡椒粉 煎一煎虾 鸡蛋 这个虾不用煎太久 每面大约煎30秒就可以了 不煎也可以走油 放入少许 鸡蛋 放入少许 鸡蛋 鸡蛋 放入少许 鸡蛋 鸡蛋黄 爆到鸡蛋黄起泡 放入姜米 加入豆腐 我这个是鱼汤 你放鸡汤也可以 我这里是200毫升 调一调味 放少许蠔油 大约1汤匙左右 少许胡椒粉 少量盐 转到中小火 煮2分钟 把豆腐 转到预热锅中 加入煮过的虾 这个虾未熟透 盖过的中小火 煮1分钟 煮1分钟 盖过的中小火 可以上碟 煮1分钟 等我试一试 充满咸蛋的香味 我觉得很好吃 你们也来试一下 留言 这种我没吃过 没选过 是德贵的 我没吃过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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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放进锅里 一旦锁盐 看看他爹地煮什么 煎 放少许水 不要煎 煎熟 煎熟 煎到油 一焦 很容易煎熟 还有 有顺利 想要把油 我都支持 我都支持鲁盐 然后加热锅 一个是最高的